嗨 大家好 我是烏尾 今天要來做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你如果沒有相關的經驗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影片看看就好了好不好 好來 如果你是早期就 很早以前就買了356i或i2 那個系列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 大部分人家都會有遇到的情況 就是方塊放這段時間不用 然後他就沒電了 然後通常那個電量都不是很持久 就是 那個電池如果你放太久 沒有用它的話 那它會過度放電 那它就完全沒電 完全沒電的鋰電池它是不能再充電的 你可能就要用一些 可能要更強的電流去充它 不過原廠附的那個充電器 它沒有辦法提供這樣子的 功能 那也就是說這顆356i或者i2 那它就 只能當作普通方塊用了 就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嘗試 看看有沒有辦法 利用換電池的那個 過程可以 讓這顆方塊可以再繼續使用 好 這是一顆已經 脫光光的i2 36i2 準備一隻這樣子的 螺絲齁 十字的 然後它是很小的那種 尺寸齁 就是大概你在 所那個眼鏡 眼鏡框的那種 螺絲起子 那麼小 好來 它的軸心長這個樣子 一共有四個螺絲 一共有四個 可是你 乍看就像已經看到三隻 因為有一隻 它用白色的 透墨膠把它封住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 廠家要做的一個保護 但也不希望說每個人 拿回去都直接拆開嘛 不過這一顆它其實已經 也很久了啦 所以我們就 死馬當活馬一 死方快當活方快修 好 話不多說 我們就馬上來 把這個螺絲拿下來 因為這個零件很小 我建議你準備一個 這樣子的鎂子 你再改那個軸齒 用的那一把 在一般家裡的 都 一般常見的工夫 都會有 好 三隻螺絲起來了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 一個 同樣的位置的洞 可是它被白白的膠覆蓋住了 我就不要客氣的直接 把它都刮開 那個刮開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不要去破壞到軸心的這個塑膠殼這樣子 好 這個膠很軟 然後就直接伸進去 把裡面的那個螺絲給轉出來 好 轉出來的同時我發現這個 就差不多要開了 要開了 好 小心喔 這個線 都很細 這真的是建議沒有經驗不要去碰 好 原本它這個 軟包電池 它是用那個 化名膠黏在這邊 然後我剛剛 有把它揪起來 所以 是這個樣子的 好 然後我也量了它的尺寸大小 長寬高量一量 然後 趕緊上網去訂購了 差不多規格的 電池 你只能買比它原本這個尺寸還要再小的 你不可以買更大的 因為它放不下 過了兩天的運送 很快就到了 基本上 這種小東西我還是在台灣買 以前我都會很喜歡去淘寶逛這些東西 後來覺得 這種東西 淘寶過來的變數實在是太多了 雖然它便宜 可是 跪起來的那個叉耳 就是要讓你買一個安心 那你如果說在台灣網拍買 結果它還是從對岸寄過來 那我躲避了 當然是要買台灣的 我們也知道這個是對岸的貨 但是 有台灣的賣家過一手 雖然是給它賺 可是 你買了一個 快速 安心的一個 省心啊 好我買兩個齁 以防 這次改錯 OK好 這個軟波電池 如果是差不多規格的話 那我真的要說它這個已經碰包了 很難怪它沒電了 它壞了 好這邊 怎麼講我會 盡量不要去動到焊接 所以我會直接從這邊把它剪掉 把這個線剪掉 所以我自己 也不是很喜歡按揭 好這個就是我們 換下來的電池 然後我買的這一個規格呢 它是 501518 501518 你如果網路上面買 大概就是要比這個差不多啦 那或是比它小一點就好 反正我們只是要把它 就是有電就好 它不需要到很大的電量 然後不焊接的話就是要接線嘛 那你線我就把它纏在一起 然後直接讓我們一般家庭常見的這種熱風槍 跟那個收縮管把它給包起來就好 好 好 然後3.7 3.8 好那OK 是小電的 那我量這一個看看 0耶直接斷路耶 這個電池真的 OK那我們就知道了 因為電子零件 你不要給它過高的電壓或突破什麼 它通常是這樣子的板子不太會壞嘛 它也沒有什麼電容在那邊會爆漿啊 所以 覺得這個 應該不是太難修的東西 就是換個電池就好了 好紅線接紅線 黑線接黑線 這個手管準備好 黑線 搖零件 也不可以 看 隨 Rahway 搖零件 還是 使用吹風機的時候小心 很燙 來我們來先來看看這個電池有沒有順利的接上 就是只要把它換顯嘛 那你記得它怎麼換顯嗎 白色的面 白色在這裡 轉幾下 轉一下 欸 怎樣 沒固定了 有啊 所以它是有入電的啊 那怎麼不寫 好 如各位所見我的電池已經從這邊看上去了 那照理說它這個時候應該就可以 很輕易的叫醒 因為 那個上我叫i2它是有 LED燈指示的嘛 在這個地方 在 在這個地方 好來 在這裡 這個就是LED燈 好 所以照理來說 因為我剛剛也測過電表了 它是有電池 電池的電是有進去的 那 但是呢 剛剛試了半天 就是 不亮就是不亮 不亮就是不亮 電池是好的 那 板子的部分呢 我目 眼睛肉眼看起來好像有什麼異狀 有沒有哪邊 有爆開爆漿之類的 這頂多就是這邊吧 這幾個接點 就是這個光炸 測它轉動的那個光炸 這三個接點 旁邊有一些 小渣渣這樣子 有可能是上一顆電池在裡面爆湯 這樣 我直接測試用充電座來 直接對它進行充電 像剛剛這個樣子 好來 可以看到充電座正在運作嘛 它在閃爍了 然後 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啊 只是 又來了 只要開始充電 就會有那個 電線燒焦的熱刀冒出來了 這個就表示 板子不妙 所以它應該是 板子這邊有什麼地方 看不到的地方 確實是 短路壞掉了 所以 今天的這個 修護作業 失敗 呵呵呵 好的 那我還是把它組回去啦 吼 當然這個 我們不會把它列為營業項目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麻煩了 就先把它組回去吧 好的 我們成功的修復了一顆沒有電子功能的電子方塊 經過這一次的失敗經驗 我覺得我對於這個 Gun366i的內部結構 算是有了一個更深入的了解 那 下一次修理的時候 應該會更得心應手 如果你手邊剛好也有 已經沒電的 不能再充電的 Gun366i 然後 你也懶得再修理人 可以 找機會交給吼偉 吼偉當然 不保證修好 但是我很樂意的幫你處理 OK 那我們這個 維修實驗室就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verbess及 收穫 慢慢教我 Gun ha Gun Gun Gun